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来关注一下疫情 最近沈阳警方是依法办理了三起设议的案件 分别是铁锡区某旗牌社 拒不执行有关要求 案子经营 铁锡区云峰街某炖肉馆 苏家屯区雪柳街某鲜鱼馆 在明镜62号令全市餐厅犯定 暂停唐食的情况之下 仍然继续接待顾客唐食 造成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那目前呢 铁锡区纪委监委已经快速启动了调查程序 针对了满唐红棋牌社 小北一东路店 为案要求暂时关闭 万圣园顿肉馆云峰店 为案要求暂停唐食监管不力 造成疫情传播风险的相关责任部门及工作人员 进行了严肃的追责 问责 昨天 沈阳市铁锡区季洪街道 富云花都小区 被调整为了中风险区 铁锡区季洪街道除中风险区以外 其他区域被调整为了低风险区 这两天呢 同时大连的疫情啊 也是备受关注的 为了能够早日清零 大连的各个核酸检测点 和各大小区里的志愿者服务队 都是在加班加点的为居民们来做服务 在高新区就有着一支流动的红马甲志愿服务队 昨天一大早 他们冒着雨又出发了 9月4号早上5点多 志愿者王富国就冒雨上岗了 他和志愿者们负责大连高新区 期限领接到山源社区居民的日常服务保障工作 发送食品 社区防疫 安全巡视 大伙儿有时候一干就是一天 连中午吃饭都忘了 你走好吗 我们早晨顶着雨出来做志愿者 很欣慰地给大家做些贡献 上午我们也不知道送了多少份的给大家送菜 王富国说 做志愿者他觉得很光荣 每次听到居民说谢谢时 自己就非常满足 干劲也十足 同样在大连沙河口区里家街道绿香社区 因为当天下雨 核酸采样点被设置在一个通道中 但光线叫暗 为方便大白们的工作和社区业主的核酸采样 一位热心市民为采样点送来了应急灯 小小的一盏灯却照亮了大家的心 同样感人的瞬间还发生在旅顺口公安分局 德胜街道的一处核酸检测点里 当时民警正联系在辖区核酸检测点执勤时 发现一个路过的大妈没戴口罩 于是亲手为大妈戴上口罩 可能有些瞬间我们都曾经经历过 可每次看到心里都暖暖的 疫情暂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但总有一群人在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 说的没错 有一些瞬间可能是我们会因为工作 或者是生活而忽视掉 可是每天他们都在真实的上演当中 一个个小小的举动汇聚成流 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这里有你有我 感谢所有为此付出努力的人 最近咱们的沈阳和大连等省内的一些城市 都陆续开展了区域的核酸筛查 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 说为啥最近每天都得进行这种全员的筛查 对此大连是卫生健康委做了回应 最有效的发现阳性感染的途径和手段 而采取这种高频次的核酸检测 目的就是说以快制快 本次疫情发生的毒株主要是B5.2.1 也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最主要的流行毒株 它具有隐蔽性强 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有的很多的这个阳性感染者 就是不到一天就出现了核酸检测的阳性 还有的感染者呢 没有症状 直到5到6天以后 才出现了这个核酸检测的阳性 那我们本次这个疫情传播 主要发生在市内的区域 尤其是在多个农贸市场 迅速地扩大传播 也给我们整个疫情的防控工作 带来很大的难度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 加密核酸检测的频次 来及时有效地发现 潜在社会面的这个阳性感染者 那么这次核酸采样工作 医疗力量是如何安排的呢 不仅是在我们这个 核酸检测的这个采样的战线上 我们的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还奋战在定点医院等多条战线 这样是我们全市统筹 全市的资源统一调配 使我们整个在各条战线 这个奋战的医护人员 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为我们疫情防控的这个工作 奠定一个基本的基础 我们的基本的检测能力 基本能达到75万左右 就是理论检测能力 但当然了我们也通过 这个合理的调配人员和设备 来提高应急状态下 我们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检测能力 昨天大连新增了9例确诊病例 新增86例无症状感染者 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 金浦新区疾控中心发布了紧急寻人通告 寻找8月30号以来到过荆州区先进街道渤海街露天市场的人员 普兰电区疾控中心急寻8月26号到31号期间进入普兰电区美德勒工厂的人员 还有8月29号到9月3号期间到过大连市双星商品城的人员 有同时空轨迹的市民一定要马上报备 因核酸检测异常人员在大石桥市有活动轨迹 为了阻断疫情的传播 大石桥将在全市主城区开展一次全民核酸检测 今早的6点到明早的6点实施全市主城区静态管理 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 前几天开始根据沈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告要求 沈阳餐饮门店只打包不堂食 但是有的商家他就觉得不堂食 那我的经营不就减少了吗 我得想点策略 但是这些商家所谓的策略就引起了城管同志的注意 城管执法审便事我在现场来报道 今天晚上我们就和沈阁分局一起夜茶 就战刀经营露天烧烤 咱们开始纠正伪当行为 现在你看我们队员已经走上点位了 有几个小单车在那儿 咱们过去看看 现在我们看有饭店 把这个烧烤的炉子也置在外头了 好多食客就在马路上 开始这个纠缠 在夜茶当中啊 我们发现很多商贩呢 除了战刀经营以外 完全呢 无视这个疫情访购的要求 在制作和贩卖的过程中啊 也不配戴口罩 那钱呢 和食品频繁的发生接触 极其不违衡 且呢 不符合咱们防疫的要求嘛 我们执法队员依法拍摄登记 上车人脸识别 柔性执法系统 现场呢 我们把这个整个的烧烤啊 予以取替 在这儿呢 大伙说 按照咱们市啊 防疫的总体部署 要求咱们这个取替 战刀经营录的烧烤 目的啊 就是让大伙啊 远离这个 这个疫情的传播渠道 是吧 有一个良好的维生环境 创造一个适合生活的 那么一个生态 所以呢 请请咱们市民啊 多多支持 现场呢 我们见到咱们审核分局啊 机动车瓦尔科的科长 那个咱们近期啊 这个每天 大概的夜查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您给说一说 夜查吧 那个包括我们机动车瓦尔科 每天晚上都留两台车 那个被夜勤 往那个 所有的11个情务区 还有三个半 都留到 夜半也有直手的 每天晚上出勤呢 人数应该 也得在180人左右 下一步吧 我们那个 加大整治力度 尽量那个 让审核区的适用环境 进一步的那个整洁 好 辛苦了 这疫情防控 可千万不能松懈 咱们看到了 刚才片子里边 那无论是食客 还是这个商贩 也不顾防控的需要 他也不戴口罩 也不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这可不行啊 一切都得按照防控指挥部的要求来 只有咱们自己防护到位了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更好地保护家人 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城市 疫情防护要做好 那保暖同样不能少啊 今天一大早出门 我估计很多的伙伴 是不是都感觉到凉搜的啊 今天啊 沈阳 铁岭 安山 本溪 辽阳 最高气温只有21度左右 早间的最低气温呢 是14到17度的上下 还有这个偏北风 那也得有五级啊 而且这只是一个前奏 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 沈阳最低气温将会只有10度上下 省内的其他城市呢 也将是北风再加上降温的模式 体感呢会比较凉 从周三开始 气温呢会逐步地提升 预计到周四 最高气温将会逾越升到了 28到29度 这个秋老虎的特征啊 会越来越明显 早晚凉 白天晒 大伙呢一定要适时地增减衣物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营养的野生蜂蜜 有营养还好喝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 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 闻起来呀还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 关键是不吼嗓子 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 就订了一箱 一吃啊 还真不错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这不孩子也说好 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吴老师 太超值了 足足有六斤重 这机会太难得了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风浓不为赚钱 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吃到高原蜜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会员体验价 99元买三斤送三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六斤 机会非常难得 请大家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 高原无污染 有着尘片尘片的化海和造药植物 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 这么好的蜜 却走不出高原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 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 绝不穿假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你直接退回来 我拍你十瓶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风龙不为赚钱 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吃到高原蜜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会员体验价 99元买三斤送三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六斤 机会非常难得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退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退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戒 退 无理由退货 满意再付款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漫之 老咳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主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咳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去得了谈 震得了壳 平得了喘 老漫之 老咳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热爱生活 人人有责 生活倒报 为您服务 我们平常总说出行平安 但是可能在路上会经常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发生 就在前两天 史阳快递车司机郑军在长春绕城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辆香火起火了 看到这种情况 小郑和他的同事是二话没说 马上停车 上前就帮忙灭火呀 当时在高速上 看到前面有个小货车着火了 应该可能是没有灭火器 他去向我这个招手吧 求助 一看到这种情况 司机郑军和副驾驶的严小光马上停下了车 脑海里立刻回忆起在公司培训突发事故时的急救方案 两人第一时间使用水机灭火器延缓火势的发展速度 里边是盖的棉被呀 还有垫的草之类的 中间那个夹层用灭火器喷不到 然后中间还是就是外表灭火之后 中间又着了 我是第一个停车车的 后续又有四台卡车 也是一起停 也都停下来 我们一共有六七个人 有拿灭火器的 有拿水的 总算是把火灭了 减少了损失吧 对于这种事情肯定不能看着 而且我们中中经常有培训 我们有经验 总在路上跑 遇到这种事肯定要伸出援手的 非常简单的话语 上班的途中啊 顺路救了一场火 咱沈阳的这两位快递货车的司机呀 这个动作啊 尤其是灭火的时候 那真是又帅又专业 必须为你们两个点个赞 再来说一个气人的事 最近呢 北京的海淀警方 是打掉了一个针对老年人 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抓获嫌疑人32名 这些犯罪嫌疑人呢 就以那种 延年益寿 包治百病为名 哎 又假装嘘寒问暖 再以高额的价格啊 大肆的推销 所谓的特效药 最终呢 32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今年8月初 北京海淀公安分局 接到了辖区群众反映 称有人组织社区内的老年人 去某地参加聚会 先提供体检 问诊等服务 随后便开始 向餐会的老年人 推销所谓 包治百病的特效药 价格不菲 民警随即开展暗访调查 一般是在三万多块钱 说给人打干细胞 哪个地方坏了 打相当的细胞 直接把这个点击似的 打到人的体内 这个地方立即就好了 给这个老人感觉 哎呦 这确实是高科技的一个东西 我呢是细胞组的这个专家 也是他们的大主任 清理不下肌层 如果面部你的气色和纹理 这一块的话 我大概就能够看出 你身体有什么疾病 你的细胞呢 有点类似于这一种 全部都已经粘粘成串了 你是极易引发 重大的心脑血管的疾病了 所有的毛病都能解决 你能根除你的那个 心脑血管病 而且其他什么高血压 同性病都解决 都用止质 是吗 滴了一滴血 把手指都往那一伸 看看那个东西 是不是我的 那很难说了 现在我想了 说自己是疗养院的这个医生 专门给手掌看病的 警方发现 该以张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通常选在工作日 等子女不在身边的时间 组织老年人参加活动 并通过伪造相关鉴定报告 将生理盐水等包装成 所谓包治百病的特效药 向老年人推销 北京警方呢 是成立了专案组 开展了摸牌 这个摸牌取证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 犯罪事实之后 在8月16号 海淀公安分局 治安支队 牵投了干家口 花园路派出所 多线出击 对相关的涉案人员 开展了抓捕 一举捣获了 这个诈骗团伙 将涉案人员 尽数地抓获 犯罪嫌疑人供述 你跟我聊一秒 咱俩聊的是一回事吗 都是初中学历 没有工作的这么一帮人 打针打的这些人 他并不具有医疗资质 犯罪嫌疑人供述 老人购买产品后 他们将老人带至租来的 一家美容院内 声称为老年人注射 所谓干细胞特效药 这些特效药 一部分是生理盐水 一部分是还没有通过 任何正规检测的培养液 成本仅百元 而对老年人出事的 相关检测报告 全是伪造 400块钱一袋 在进行稀释 配着生理盐水 给某一个老人进行打 打的一份的时候 按照他们的成本价来说 连50块钱都不到 卖3600左右 目前以张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已被海淀警方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咱说就给老年朋友 就打那个生理盐水 还有所谓的什么培养液 你这不就赚黑心钱呢 这也把老人的生命健康 都当儿戏 就这么利益熏心 专门骗老人的骗子 我觉得必须坚决给他打掉 给他一锅端了 这看得我压根直痒痒 恨得 再来说一下 今天是9月5号 我想问问大伙伙 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我国第七个中华慈善日 从201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通过实施开始 每年的9月5号 就确定为了中华慈善日 那今年的慈善日的主题是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 其实慈善的定义 它是非常广泛的 你比如说就在前一阵 重庆是突发了山火 然后涌现出了一批 摩托骑士志愿者 我国的慈善法就定义了 救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造成的损害 那也是一种慈善 为了进一步宣传慈善 沈阳市民政局也会同了多家单位 共同举办了 2022年沈阳市迎中华慈善日 文艺会演 伴随着一首同声合唱 让世界充满爱 拉开了携手做慈善 传播真善美 2022年沈阳市迎中华慈善日 文艺会演的序幕 舞蹈 歌曲 诗朗诵 武术表演逐一登台亮相 精彩分成的节目 全部围绕着慈善这一主题 文艺会演的节目是多家慈善组织和社区选送的 演职人员里有残障人士 有四五岁的孩子 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们不仅是文艺爱好者 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志愿者 我退休了 今天七十二了 退休之后吧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中国新诗歌朗诵艺术团 我这个团直到现在 每一场演出 基本都是奉献 平时呢 也是堂出一些时间 我们去这个阳光之家 阳光之家呢 它里面有一些智障儿童 去里面做一些我们专业啊 这些演乐方面的一些辅导和交流 因为有一些儿童啊 虽然说智障 但是他某一方面啊 尤其是这个演乐方面 能对他们做到一个启蒙啊 包括一个改善的一个调节的作用 有的时候去一些爱心机构 主要是一些产联办的那些机构 有些产棘孩子 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他画画啦 叫他唱歌啦 帮助他做做饭啦 献一些力所能及的 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志愿者们说 帮助别人的同时 从中获得的满足感 是任何快乐也替代不了的 就是看到他们每一次的 这个开怀的演唱 然后每一次的笑容 发自内心的 真的是我也是 就是心情无比的激动 因为我本身是残疾人 我了解残疾人的不义 所以我觉得我奉献了一份爱心 让世界也能温暖起来 本次文艺会言旨在欧哥凡人善举 弘扬社会各界奉献爱心的崇高义举 彰显福危济困 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 带动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到慈善的事业中来 慈善靠什么 靠大家去心爱心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我们最大的年纪的人 必须用一种爱心 拥有慈善的观念 把我们祖国解释得更好 增人玫瑰手流余香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咱们沈阳呢 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咱们的沈阳人 也都是心存善念 会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伸出援手 这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 大伙最爱吃的就是大闸蟹 而且现在也到了 大闸蟹销售的旺季了 那目前大闸蟹的生长情况怎么样 市场的行情如何呢 今儿咱们一起去 大闸蟹的主要产区 江苏南京的市场和苏州产地 咱们实地去看一看 记者在南京农副产品 物流中心水产区走访看到 无论是展示区还是批发区 虽然都有大闸蟹的身影 但个头普遍偏小 市场供货量也明显减少 尤其是公蟹 目前可以对外卖的 还是没有完成 最后一次退合的六月黄为主 公蟹80%都是黄蟹 母蟹80%都是成品蟹了 中秋节就建议大家 购买的螃蟹是以母蟹为主 公的以六月黄为主 商户们介绍 今夏高温影响到了大闸蟹的生长 导致上市期延后 再加上今年中秋节 相较往年提前了许多 因此出现了大闸蟹 节前供货紧张的情况 目前大闸蟹的批发价格 也比往年贵了不少 现在的岸两某些价格 平均在65左右 岸两半的在85左右 然后三辆的工业 品质好的在75亿左右 大的调不到 一百亿也调不到 大规格的房间还是不多 价格和去年同期比的话 要大规格的价格基本上要换一倍 小规格的房间要上涨50% 紧俏行情的背后 大闸蟹产地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苏州无疆蟹农陈建生 撑着小船在蟹塘里 观察螃蟹的生长情况 养蟹18年 他坦言 今年确实更难更累 面对今年持续的高温天气 农业部门及时为水产养殖户 提供技术指导 技术人员说 虽然今年大闸蟹的总产量 会有所减少 但是品质上反而相对会好一些 因为高温天气洗掉了一批螃蟹 剩下的一批就是这种金冰墙蟹了 所以的话 我们的规格产量会减小 但是质量应该还是蛮好的 今年量少 可能会贵点 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少买点是吧 但是我觉得 我最喜欢吃的 还是咱们盘紧的大河蟹 那河蟹最肥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就得十一过后 公信在十二月之前 想吃这口的朋友 咱们就按这个时间表来购买就行 说到吃 最近咱们沈阳市取消了糖食了 不少的伙伴 朋友圈又开始出一大比拼了 每天在家就变这样的 变着花的来做 而且几乎每天都会有一道肉类 肉菜 就是咱们说的硬菜 其中 酱大骨 那是大伙都非常喜欢的 你就看着那锅里边 大骨头在锅里边咕噜咕噜噜冒泡 然后那香味就把那满屋的飘的 做好之后赶紧趁热肉劲 你咔嚓来一口 老解馋了 今儿就跟大伙分享一个 酱骨头好吃的做法 这配料很简单 做法也非常容易 大家做骨头 越简单越好 做原汁原味的 买回来的骨头 清洗干净 泡三个小时 加入凉水 搭葱段 姜片 八角 桂皮 姜叶 八角入锅中 加入半条老抽 这是调颜色 把大骨放入冷水中 泡过的骨头就不用焯了 这个冷水一定要抹过骨头 取白沫 直接用勺子给它打干净就可以 水开了我们加入大猎原 大猎原的咸度是百分之百平的 今年口感要更佳 所有的调料都已经加完了 就用小火慢慢煮 从头到尾锅盖都没干 是因为水蒸去蒸化的好 这个骨头的口感就好 就是我煮了四十分钟的大棒 那其实就可以吃了 如果多泡一会儿 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 生活日新月异 日子甜如蜜 回望十年竹梦 悄然大变迁 说说您的这十年 经历了哪些改变 生活导报 特别策划 美好生活这十年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 有营养还好喝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 倒出来是浓稠浓稠的 闻起来还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 关键是不吼嗓子 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就订了一箱 一吃啊 还真不错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这不孩子也说好 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吴老师 太超值了 足足有六斤重 这机会太难得了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丰隆不为赚钱 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吃到高原蜜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会员体验价 99元买三斤送三斤 每期节目金线前三十名 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六斤 机会非常难得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高原无污染 有着沉片沉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 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 这么好的蜜 却走不出高原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 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 绝不参加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你直接退回来 我陪你十瓶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丰隆无畏赚钱 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吃到高原蜜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会员体验价 99元买三斤送三斤 每期节目金线前三十名 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六斤 机会非常难得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退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退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 退 无理由退货 满意再付款 9船9颗 还没好 全家跟着都哭呢 真糟糕 9船9颗 还没好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喘喘喘 喘得浑身没有劲 憋得上不来气 9船9颗 还没好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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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头昏 眼花 闹人城 咳到全家不消停 9船9颗 还没好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斤鲜叶浓缩萃 一克黄金油 9船9颗 还没好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 黄金油交完 热爱生活 人人有责 生活倒报 为您服 最近央视曝光了 直播间售假的四大手段 那个别的主播 在直播带货的构成中 会利用相似的品牌名称 来进行暗示 添加指向性的代号 外加遮挡商标 删除直播间回放 规避责任等手段 来掩饰售假的行为 直播间售假手段一 涉案直播间内 虽然不会出现具体的品牌名称 但通过主播等人的暗示性词语 人们很容易就能对应联想到一些知名品牌 会通过一些品牌的这个昵称 比如说小香或者驴家这种 称呼来就是向消费者进行暗示 直播间售假手段二 这个地方的话 全部都是加入我们的定型条 有了指向性的代号 外加遮挡商标 链接图片打码 接下来的一步 就是在销售方面下功夫了 直播间售假手段三 直播时主播和场控人员会相互配合 烘托气氛 还会安排人员刷单 营造出热闹的销售场景 刺激人们购买 直播间售假手段四 那么你们有删除这个直播回放的 这样一个情况吗 这个情况是有的 所以为什么要删除呢 你就说一下 商家他们提出来一种营销 这种方式 是说一种饥饿营销 可以促进粉丝下一次购买的及时性 这些套路您都看明白了吧 所以说在日常 大伙在观看带货直播的时候 千万不能上头 咱们真正自己有需要了 属于刚需的产品了 咱们再买 而且尽量要选择一些大主播 或者是直接到官方店铺里边 去购买就行了 千万要避免上当 今天的美丽辽宁 我们跟大伙说一说 在锦州的义县 特别是义县的美食啊 那老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